今年呢我们就要来就是让大家来抽抽塔罗牌 2024龙年你会有什么好运到你身边呢 那接下来是五张牌可以选对不对 对五张牌可以选 好那我们就先让ABCD大家就是各自看一下画面选一张 选一张你自己喜欢的下好离手 好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了 如果是今天选第一张牌的朋友 选A的朋友 是拿到这张皇帝牌 然后所以拿到皇帝牌的朋友的话就是 你在2024年就是你最好运的就是事业 然后所以这个是运筹帷幄事业成功 然后所以其实在新的一年就是龙年 你的事业会非常的旺 然后而且它是一个就是你长期在事业上努力实力的累积 然后所以皇帝牌可想而知就是 你有一群呃就是员工会替你赚钱 或是你可能训练了一也许你有一批股票会帮你创造被动收入 总而言之呢就是 选皇帝牌的朋友 真的是很不错的就是有人帮你就是打天下 那谁选第二张牌的朋友 大家可以自己知道一下 我是选第三啦 我等一下期待第三 那我们先来看第二 第二这一张 这张看起来 等一下我先来看 这张看起来会不会跟感情有关 因为这感觉是一男一女的相拥 就感觉他们是一个应该算是很相爱的一对吧 这个是恋人牌 然后其实选到第二张了 我话就是大家应该也蛮期待 就是很浪漫的 爱情啊或是结婚啊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所以就是各种喜事都会发生 OK这是第二整牌的朋友 好有人跟我又要选第三吗 第三张这个它看起来很像 有这个 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像皇后的感觉 算吗算吗 喔它其实这个比皇后更厉害 因为它这张牌的话它是力量牌 然后中间这个女生它是力量女神 那这张牌的话 其实跟我们2024年有一个很强大的关联 就是我们2024年呢 它其实也是2加2 加4等于8嘛 然后就刚好是我们这个8号的力量牌 然后我们8号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字喔 因为这个数字把8横放 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无限大的数学幅 所以这个就是拿到第三牌 第三张的是你吗 是我是我我选3 那很恭喜你 就是你的财富会无限扩大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所以就是对于就是 选到第三张牌的人来讲 就是你在事业上你是可以透过跨界与人合作 然后就是去产生更多的业绩跟财富 这是选到第三张牌跟我一样的好朋友 好那第四张呢 第四张这个 第四张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挺多人喜欢的 那第四张这个的话它其实是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画面里面有一张 就是画面里面有一个飞船 飞船 对 它在沉思是不是 对这个人是在沉思 但是其实事实上呢 就是这张牌的意思呢 就是不管是你想要事业拓展到海外 或者是说名声拓展到海外 甚至于你想要出国念书 或是移民到其他国家都是会成功 OK 这个是在选第四张牌的朋友 那么第五张牌的朋友 他这张看起来很可爱 他这张很棒 他这张很棒 这张很棒 好像有一家人的感觉 对这张是一个 这个是圣杯石 他本身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然后那选到就是 第五个选项的朋友的话 就是说其实对你来讲 2024就是整个龙年 你都是过得非常的幸福 又丰盛 那所以他不是只有物质上的幸福 他在心灵上的满足 对他也是就是 十全十美 人生胜利组的概念 就是房子孩子车子 都有了 五子登科 对五子登科都有了 然后那这个就是圣杯石的话 他就是有提到他 他也是一个 其实他这边 可以看得出来 他有一个门 然后这个门里面就是 也象征说 如果你很想买房子的话 今年也是可以顺利 成交吗 顺利的买到你想要的房子 或是你顺利的想搬到一个新家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